某天中午,在一个小镇,小美在和母亲看一部电视剧 剧中一对群女为了抵抗命运的不公而互相扶持 他们同甘共苦共患的 旁边的母亲早已经哭成了泪人 这时她感叹道,这一对年轻人爱情道路可争取着 那么你和父亲的爱情又怎么样了 小美带着近似调皮的语气问道 母亲先是一嫩 但当她看到孩子那期待的目光之后 母亲的脸上像是微微的红了 沉思了片刻后说道 我们的爱情淡淡的就像茉莉一样 孩子惊讶了,像茉莉? 这答案似乎太平常了吧 之后的一天呢,母亲得疾病住进了医院 父亲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 到医院全心全意的照顾母亲 新天的早晨,小美到医院探望母亲 当小美推开房门的时候 映露眼帘的景象是她惊呆了 母亲静静的睡在床上 父亲呢坐在床间的椅子上 一只手紧握着母亲的手 头浮在床檐边上睡着了 桌子上呢一束茉莉花 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轻轻柔柔的笼罩着她们 一切都是那么的紧密的美好 可能是小美惊醒了父亲 她睡眼朦容的抬起了头 轻轻的放下母亲的手 然后带着小美走到门边 望着父亲憔悴的脸 和布满血丝的眼睛 小美不禁心疼的问 父亲你为什么不再陪床上睡啊 明明那里舒服一点了 她边打着哈欠边对小美说 我是特意睡在这儿的 你母亲有什么事又不肯跟我说 我睡在床边的话 想要你母亲一动 有什么事我就知道了呀 听了母亲的话 此时的小美想到了母亲说过的话 原来这就是母亲那句话的爱意啊